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 琪琪儿阿禅的执行长蔡忠轩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Rick 嗨 森林你好 哈喽 很开心你来到我们的专访当中 那真的是琪琪儿阿禅 我也是真的觉得 所以这个名字很特别 想要聊聊说 怎么会叫琪琪儿阿禅呢 因为琪琪我们是以字面上来讲的话 就是延续着爸爸的理想 大口满足 可留于心 照顾客人的方式 让客人吃完之后 大口的吃完 他可以永留在心中这样子 原来是这个含义在当中 我想说一开始以为是你小名叫琪琪了 很多人都觉得是我的名字里面有个旗字 极致对不对 但没有是有含义的 原来是希望说大口满足可留于心 所以就是有这一个大 以及可这一个用意在当中 而且琪琪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 也是非常好记的一个品牌名称 对 比较跟传统小吃来讲的话 会有一种冲突感 可爱的 然后跟传统的搭配这样 对就是有创新又跟传统结合 对 出来新的一个品牌名称 那想要聊聊说您创立品牌的起心动念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起心动念 我小时候在就是跟着爸妈他们在夜市穿梭 也就是会去夜市帮忙 那有一次 夜市是属于流动碳饭这样 会需要跟一些周边的居民 停车的问题 如果要摆摊之后 要去麻烦居民来 移车 那有些比较好 比较好心的客人就会觉得 居民就会觉得 那么方便就移车 但有一天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一个先生来移车 他的脸色就很难看 可能被吵醒了 乔来移车这样 因为他有他的权益在 那是双方都有的权益 但是我就帮忙的 当下就把一个灯的脚架 放在他轮子旁边 然后他移车的时候 就压到那个脚架 他的轮胎就受伤 然后他就很生气了 仰言说我要让这个夜市取地起来 那我们一开始也不以为意 然后到后来隔桌 所有警察都出现了 那我们要摆摊的时候 就一个警察就一个一个取地车 开把单 这样 就当下好像 我的那个小时候那个动作 把脚架放在他的车轮旁边的动作 影响了大家的生计 但是当然那个叔叔阿姨 他们也都没有怪罪我 不过这当下就奠定我 想要把这个行业把它转翻转成合法的状况 让他到门市 就不会有衍生这些问题的状况 原来是从小时候发生了一些 在夜市当中的一个状况 对 导致你会想要改变在摆摊的整个生态 对 那后续是不是跟台风天也有跟妹妹发生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就小时候大概也是国小的时候 我跟妹妹两个人就抓着那种五百万大雨伞 那台风台风天也去摆摊 那风一刮的时候 整个我跟妹妹两个人就飞起来 很像在拿枪落伞的那种感觉 那当然那是很危险的情况 那我们就会预想到说 哇这个刚好是这次没有事 然后下次如果刚好有客人再用餐 或是其他状况的话 那个造成的影响都蛮大的 所以也会想说 我这个好像需要 我们可以以室内的门市的方式去执行会比较好 原来是 不过那时候真的很小 只是心里面一个小念头 就从小就拥有那个小英雄 想要拯救 对 百态的一个冲动跟理想 对没错 我觉得真的非常棒 那后续也是在长大的时候 也是有想要改变一些现况吗 yes 长大之后 因为我是直接去就读轮机科 我就是开始跑船 当然毕业后就在跑船的状况下 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微信电话 然后船长说 我们家里的人并为 可能需要回去看最后一面 但当时我是在海上 但是没有办法下船的状况 也是错过了这个机会 但我心里就会想到 想远一点就觉得以后的小孩出生 跟小孩就学 理性都会错过一些很多这种重要的日子 那小孩才毅然决然的放弃了 很高薪的工作 是很揪心 那我们就下了陆地之后 就开始着手把爸爸的手艺 更熟练了 然后就开始摆摊了 哇原来是在你的整个长大的一个过程 到求学的过程当中 其实慢慢萌芽 你想要去传承爸爸手艺的这一个事情 对 跟想法 没错 那后续的话也想要聊聊说 你们的一个品牌的理念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理念就是以爸爸的想法 让大口满足照顾客人的心 可以一直永留下来 克流于心 这是我们照顾客人的那个心态 最初衷的一个理念 最初衷的理念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对啊 就以前干扣人 一定会想说要照顾大家 也是夜市在卖的东西也不是蛮便宜的 那就让大家吃饱的概念 吃饱的一个主要初衷 但是又把这个好的味道 涌流于心中这样子 涌存在心里 那后续也延续到说 你们在使用的餐盘上面 你也是会考量到 比如说绿能等等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开始从门市的经营之后 就开始开创奇奇这个品牌 我们就以夜市会常常盘子套着塑胶袋 因为不用洗外面不方便 但是这对环境影响都蛮大的 所以我们人事都是使用陶瓷盘或是美奈米 可以重复使用的餐盘来减少这些使用量 那以菜单的话 我们也会尽量往五指化的方式 去点餐来做这个绿能 哇我觉得非常棒 目前的话 点餐的话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做点餐 自助点餐 自助是有机台的形式吗 对有机台形式 那客人可以到机台去点 点看他要吃的产品 那也不用就不用再写菜单 因为菜单使用完都是丢掉 就是会减少浪费这样 是一个对于地球非常环保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 那后续的话也想聊聊说 你们的产品特色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产品特色就是金黄 我们的阿尖的取名叫做大 咻是一个口部在一个休息的咻 就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在吃阿尖的时候加完酱料 在吃是不是会有咻咻咻的声音 对耶 咻咻咻这样子吸汤汁 就会引导到我们的产品的名称上面 太有创意了吧 对 另外一个主要主打产品是奇想新鲜煎盖面 那它的发想的概念是 我们有卖鵝阿尖 有卖锅烧面 那客人这两样都属于小吃 然后怎么让客人吃饱 我们就把它融合在一起这样子就变成蚝阿尖盖 盖意面 太酷了 对 我想要吃蚝阿尖又想要吃意面的时候 我两个现在都吃得到 对 只要去骑骑就吃得到 对没错 所以就是在面体其实也可以做不一样的选择 对 因为依照每个人吃的口味习惯 我们会提供锅烧那种意面 板条乌龙冬粉或面疙瘩 各种选择 真的是不同 你今天想要换一个不同心情 要吃不同的类型都能吃得到不一样的风味 对没错 后续其实也有锅烧系列 我们可口锅烧系列的汤头 也都是在我们中央工厂 工厂是仅由ISO222认证 HSCP认证的工厂 熬制这些汤头而成的 到现场只需要对水 然后再直接喷煮 因为餐饮业最累的事情 就是前置作业 大家都累了仁洋麻烦了 还没开始卖 就前置在备料 在煮酱汁 在煮凹汤头 但这些工作 就是我就看从小跟着爸妈这样看 我觉得好辛苦 我工时都很长 我就把这些事情集中起来 我由总部 我们七七总部来做 我们现场就可以专心的贩售 然后跟制作业 这个产品 原来你这么贴心 你之前看到的状况 然后你也把它变成是SOP化 对对 也变得非常便利 让比如说后续你的服务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后续的服务 我们就是会提供 比较想要协助青年创业 那我们就总部这边会提供 把酱料跟汤头 一些食材的部分 都已经前置作业完了 到现场的话 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门市 因为现在人力也是比较缺乏 跟人事成本也都偏高的状况下 这样就是对经营者来讲 是比较散 真的是Rick已经把经营者层面的 以及客户他也可以 最感受到你们好的服务 所以你把经营者这块的 不需要的一些麻烦都省去 让他们在经营上是非常好 专心的在阿尖这一个产品 以及也可以照顾到客人的 每一个桌边服务 这也是非常非常细腻 让我们看到非常用心的地方 谢谢 那也想聊聊说 目前的话加盟这区块 是有哪几样的方式 可以作假吗 我们目前也一开始都是 我要翻转这个行业 以门市为主 那门市的话就是会 当然前期投入成本会比较高 我们后期就会有增加一些 像现在市级 文青市级很多 但是里面可能也不会有 这个品项 那于是我们就以我们的专业跟一些 可以制作一体层型的台子的那个肩台 让想要小资创业的人也可以投入 就是我们会整台车 餐车都帮他制作到好 然后再一起 就简单的创业 可以让比较是初步要创业的人 他一开始资金还没那么足够的时候 他其实也可以加盟餐车的方式 对 拿到的原物料也一样都是由其中部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会低温的 低温物流的车送到 他可以取货的地方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那目前的话就是门市以及餐车都可以做假盟 对我们两种方式都用 太棒 是 这样真的是到时候北中南都吃得到 七七鹅啊 真的味道 希望可以 这是我们乐见的 非常期待 那也想要聊聊说 目前有没有顾客啊 给你一些支持肯定的案例 支持肯定有 我们在现场的话 我们很常看到第一线那个客人 一个礼拜就来吃三到五天 就每一天都可以看到他的感觉 真的很喜欢 支持我们的动力就是 我如果今天没有营业的话 他怎么办 这是我们担心的事情 他就吃不到他心目中心心念念的味道 对啊对啊 就觉得我今天不知道吃什么了 太可爱了 对对对对对对 那后续的话也想要聊聊你的短中长期的规划 我们目前短期 我们目前的规划是要 因为我们从高雄发迹 希望在高雄的各个角落都可以是看到奇奇而阿珍的状态 那大家 连高雄人想要吃而阿珍 就是想到奇奇 那吃了之后我们会以中部北部去发展 所以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北中南以后都吃得到奇奇而阿珍的味道了吗 对 这是我们最后的目标 最后的目标一定 未来一定是可以有朝一日看得见的 谢谢 那后续假如有年轻人想要投入在鹅阿珍或者是餐饮业 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建议 我们主要创业创业真的是很辛苦 那这样子整这几年下来 跟我从小这样长大 讲到看着大家爸妈创业 跟到我们自己去体验过一轮之后 不放弃真的是唯一的选择 因为创业会遇到很多我们想要放弃的念头 那一样你不放弃的话就可以维持着 维持他的这个品牌的稳定性跟信任度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也提Rick刚刚也有提到说不放弃 那其实我觉得不放弃这个字眼虽然讲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他是从每一个细节你不断的重复的增加自己的信心 以及你的决心 一步一步遇到困难你要怎么去克服 倒永不放弃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需要在第一现场发现这些问题 那这发现这些问题之后就会去 就会仔细去想我要怎么解决 让他变得更好 困难或是多沟通这样子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没错 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就是Rick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当中 刚刚整体的故事真的是非常感动人心 谢谢 那也非常鼓励说我们年轻人不管做什么决定 那永不放弃 然后持续的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那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看到自己甜美的一个果实在我们的眼前 对没错 今天真的很开心听到Rick的故事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Rick 谢谢 谢谢 谢谢